DOW ZERO DECIDE的第一个project 那这个坑的坑主是亭卫 那我是一品 我今天来报告我们的专案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我们的主题是 开放数位模型协作于 数位 生物数位控制的制造 因为我们相信数位就是实体 然后创造 希望可以创造一个有趣的制造 然后开放的 创造社群的机制 好 那这样讲有点抽象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 就是科学是一般人 比较难以去接触跟进入的领域 那通常是在学术界里面 或者在研究中心 那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 去中心化科学的题目 在主流区块链上面的实验 然后它这个因为在主流区块链上 在去中心化科学还是在很早期的阶段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这个web3的工具能不能来促进 去中心化科学的推进 然后不管是在资助面 发表的系统 就是科学的发表系统 paper等等的 或者是专利的 面对专利的问题 或者新的科学交流 那所以最近在DowZero有一个新的坑 然后这个坑是希望可以在这个主题上面 有所琢磨跟学习 好 那这个专案的源起是这样 就是我是怡品 然后我在实践大学有一个跨域基地 叫Vision Base 那这是台湾的一个就是设计学院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跨域基地 它包括材料跟数位的互动 那这个计划呢 是因为我想要做跟生物材料与设计 有关系的题目 所以呢 找到Bio Creator这一个社群 来一起共创一个工作营 那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Vision Base 那这个 这个 今年才开始 今年才开幕 然后 我们有高端的 比较高端的电脑 然后也未来会有机械手臂式 那 我们在做这个生物实验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设计背景的学校 主要设计背景的学生跟老师们 那进入Bio的社群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就在网路上 找一些Open Source的BioHack Kids 那这个是VAR VAR Society提供的 那一开始呢 我们就会去探索说 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在设计里面 它可以为设计带来什么样的创新 那 因为我们是一个设计背景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 其实真正的Scientist 跟我们一起合作 那 后来我就找到Bio Creator 就是 这个社群里面有林亭威 林亭威医师 然后还有周周周自展 那 因为他们长期的在 各种医学领域啊 或者是药品的领域等等 这些有 有研究 所以我们就 在一个社群上面就 就遇在一起了 那 这个就是我当时候在学校做的一个 一个 工作营的海报 我们做了八周 然后上面是智展周周 帮我们带了一些材料 就是demo给学生看 然后 右边呢 是这个 Spin Grower 就是周周跟 跟亭威 他们在这个工作营的最后 也有demo一个东西 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这个Tool Kids 来 来 希望这个Tool Kids 来 来那个 改植生物材料 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说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透过这个模型来把 然后运用web3的技术 来把它开放出来 所以呢 现在目前我们的做法是 把这个 这个模型呢 拆成四个parts 然后这四个parts 可以由 社群上面的人来编辑跟共创 并且进行讨论 那也可以在web3的平台上面发生 好 所以 其实这个共创啊 它面对的比较大的问题是 就是license究竟是属于谁 那 那web3有没有可能来 来帮助这个 所有权的归属 好 所以其实回到前面的问题 就是 在这种共创的机制下面 那 它真的能够 透过web3来做科学的资助吗 或者是发表吗 或者是专利的归属 或者是 有没有新的科学形式 让 呃 非科学人 或者是科学人能够互相 呃 一起工作 然后有一个新的交流形式 好 所以这就是最后 谢谢大家 就是这是我们的题目 所以谢谢 Please Help 谢谢 谢谢 谢谢